HP這隻股份 可能大家知道是電腦 電腦公司 但其實HP它的業務上面 有好幾樣我們覺得是比較值得大家留意的 因為其實它們現在發展的方向 我覺得是正的 就是它們不斷努力去做一些cloud上面的東西 cloud的solution 或者甚至workstation 其實電腦的限制不是那麼厲害 現在很多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軟件的升級是擺在雲段的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好的方式 而且為什麼會放進它的元宇宙呢 其實就是剛才不斷說 打機通常人們會用鏡頭 或者是鍵盤 滑鼠 滑鼠 這些 但其實它們最近 剛才在說 它們做了兩個收購 就跟剛才那兩件事相關 特別是在打機這邊 它們收購了Hyper-X 其實Hyper-X 給別人 我也不是一個電競的人 是吧? 但是看一些評論 都是說 其實它們的工具是好的 但是其實原來沒有留意開HP的人 就可能不知道 它們的VR鏡頭 其實在排名都不差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會只是想Oculus 但是其實它的排名 它打一個性價比 就是叫做中檔次 打一個性價比高的 但是其實不要以為性價比 就代表沒有東西是專長 在個人層面 不是商業層面 個人 retail 的層面 那個鏡頭 現在的人在排位 畫面上它是最好的 哦 竟然是 是的 所以其實這方面 我們會看到 簡單一點就是 我當剛才Gaming 這些人 就當吃少許元宇宙 是比較小的業務的 現在的revenue的佔比 但是另外 大那件 就是在行一些 Cloud 啊 AI 啊 即是3T打印那些 其實它們都在搶著 是 都在搶著 其實3T打印它也真的有份的 但是這些範疇就是 我們說 它本應大的業務 都做得不差 所以起碼有一件大東西 顫著 再走去元宇宙這個方向 那 再加上去管理層所做的M&A 都是在行這些 我們覺得是正軌來的 甚至 如果真的在金融方面的 你會見到我們用的quant 即我們的數量化 右手邊的技術分 是的 右手邊的格格 是的 量化分析 是的 量化分析 是的 大家就會見到 越肥的橙色就越吸引 但是其實大家看到 其實它在增長 ESG 質量都不錯的 很明顯技術分析 最近都很強 我想說它的價值 簡直不知為何 比同行低 即那個PE 即它的股值是超低的 是的 其實這個是我們會見到的 首先一件事 我們覺得是大家 去年就走去其他 沒什麼 怎麼提它 沒什麼人提 通常是這樣 我發覺 市場沒有什麼人寫的那隻股票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搶高了 現在其實我們看到 追落後都開始有人在寫的 但是其實 財產方面 除了你看我們的quantum model 其實有件事它自己都在做的 就是它有剩下價值 而剩下價值的同時 其實它有做shares buyback shares buyback 很多人都在做的 是的 但是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 如果你當這個板塊本應上年 都有很多叫做supply chain的影響 供應鏈的影響 其實它算是處理得好的 變成可以加一下分 我覺得它這個在我的角度加分 就不是只有元宇宙的概念 就是我這些覺得 我的portfolio上 想有少少少穩陣的東西 其實它是serve到那個 算是高牌 甚至dividend yield也有接近3厘 還有它的股值很低 剛才我們所說 低於10倍的PE 如果同行其實比較難有這個水平 同時間 管理層說 賺了自由現金流會100% 所以我會想派給股東 立即令到我覺得很安樂 是的 還有你看到香港的對手在香港上市 可能大家的質頌位不同 如果你在香港是喜歡Lenovo的 可能可以留意一下HP會不會有其中一個替代 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一隻就是剛才我已經說點名 很想去講 就是做一些基礎建設 就叫做Nokia 問Nokia 是不是的 它做手機 最近才發現它發布了幾款新手機 定價很便宜 我還覺得它怎麼樣呢 它能否突圍到呢 但是你又跟我說不是的 它是未來世界概念 其實它在未來世界裡面 我們放它在5G應用 因為其實我們甚至說 今時今日做到5G的公司 其實你們已經在看6G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們都不斷放一些R&D下去 簡單來說 我知道香港很多時候 大家記得Nokia都是3310那些 但其實它們都叫做真的痛定思痛 其實你看到股價明白了 其實過去幾年它們都曾經很慘淡 經歷了很多事情 甚至 就是Nokia的失敗博物館 都會出現的 是的 但是不要緊 我覺得這個是後的東西 其實反過來 你當它那一刻捱得過 其實是更好的 因為現在就逼它走一個 反而是更大的方向 它做5G應用那些 或者叫做我們所說 其實這些叫做射頻 5G射頻 就是RF那些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它都算做得好 因為你對比的 就是對比Arison 外立訊 或者Cisco 很多人拿外立訊 跟它比 之前的人是選外立訊 是的 但是現在的人都會看到 它現在那塊 你當作是晶片的東西 即一些SoC的東西 但其實大家會看到它的效率 以及用耗電量 那些全部都是做得好的 我們會覺得 你說是否一個 完全很bottom up 一定選它 未必的 但是如果我用一個 top down的approach 去看 5G應用 6G正在走 那你要去對比 旁邊另外那兩間 那現在起碼 我覺得它不算貴 兼且 它們對比那個 最神奇的位置 大家都是suffer 又是supply chain 其實現在這段時間 我們選出的股份 都是經歷完整個 供應鏈短缺 究竟它怎樣去 overcome 甚至會不會有優勢 在這裏 它能夠 overcome 很容易看到 它最近的財布就是 毛利有上升 是的 40% 而且R&D同時上升 我覺得這件事 是嚇壞人的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 R&D升 就是要犧牲你的東西 是的 但是它的 operating margin 都是照升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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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